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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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大概在從9點半過後 指數空間就不大 那到目前為止 台股呢 就差不多在平盤附近這邊去走震盪 漲跌不多 所以台股你會發現到 最近的盤 上個禮拜一測季線之後 連續四天漲 那現在又開始慢慢啃在這裡 對不對 那到底這個盤 要怎麼去做解讀 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可能後面的盤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會不會有一些變化 什麼叫有一些變化 昨天禮拜有跟他講 後半週會面臨到轉折的關鍵 那什麼叫轉折關鍵 待會我們再來說 那我今天的測標裡面寫著 就是說拉東出西陷阱盤 這什麼意思呢 這東西 待會我們都會很詳細的跟大家去做解說 我們先來看 這個盤到底後面要怎麼去走 我們仔細看 台股今天維持在一個區間盤裡面 可是你會說 老實說昨天美國股是表現還不錯 有沒有 道瓊大漲 高科技股也上漲 對不對 那美股它為什麼會漲 各位我們仔細看 昨天美股會漲的原因 是因為 佛奇說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差不多有17週出現 Omicron的病毒 那佛奇他是講說 大多是病症啊 所以令人振奮 大多是輕症啊 什麼令人振奮 好那各位 我記得我前幾天也有跟大家講 我拿到一些資訊我就跟他說 我看到的也是輕症啊 我也說也沒有人因為這個病毒而死亡嘛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還好啦 所以那美股昨天讓你看到上漲 但是如果說這個盤 如果能夠把病毒這一塊啊 先把它放一邊的話 那這盤就豪解了 我們來看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你全球股市 還是要跟隨著什麼 國際金融的腳步去走 所以呢 如果說按照這個狀況來看 多是輕症令人振奮 很好啊 不錯啊最好不要有啦 但是問題是在哪裡 那接下來呢 又回到國際金融這一塊 來去看未來的牌 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在邏輯性的去跟他去做推演 我說很多東西都是有理論依據 那什麼叫理論依據 我們直接來看 昨天我在節目裡面就有跟他說嘛 後半週會不會開始面臨到一個轉折的關鍵 那這個轉折的關鍵在哪裡 昨天我用四個重點我跟他做說明 我們來看 轉折關鍵這四個嘛 那既然如果說你這個病毒的狀況 我們先把他擺一邊都輕症那最好 但問題是你美國還是遇到什麼 通膨的問題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 不是美國全球都遇到通膨問題 最近因為Omicron的病毒造成全球的金融市場大亂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先把他擺一邊的話 那通膨的問題還是在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 昨天的油價大漲了4.5% 有沒有 這一段是因為病毒的關係嘛 結果昨天大漲4.5% 那除了油價又開始出現上漲之外呢 10年期公債殖利率漲更多 漲了6.6% 好那各位注意看喔 這兩樣啊都是跟通膨有關的 對不對 好那尤其你10年期公債殖利率呢 這地方的上漲 它對美元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呢我們來仔細看嘛 美元的走勢到現在為止 你看這波都沒有跌下去 當初這地方震盪起來 它又慢慢起來 那當然這個時間 你會看到啊老師還沒有大漲 對我昨天就有跟他講啊 這個禮拜五要公佈CPI嘛 消費者物價指數啊 如果你消費者物價指數 還是居高不下的話 我可以跟他講啊 這個東西啊 因為你10年期公債殖利率都上來了 那你要提防什麼 美元會不會再去挑戰前高 如果說美元又去挑戰前高的話 對亞洲匯率或亞洲股市 它一定會有影響 所以今天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今天的美元啊 讓你看到它還沒有升喔 今天美元是貶的喔 大漲橫在這裡喔 可是同志們你仔細看喔 今天的新來幣匯率反而是貶值的 我是覺得有一些人在做一些小動作 好那什麼叫小動作 我慢慢再來看喔 所以呢第一個重點 我昨天就跟他講啊 通膨的問題嘛 還是美姐嘛 那你現在看起來 美元都跌不下去啊 是不是 那你要預防什麼 到禮拜五公佈CPI之後 美元會不會再往上衝 那如果這個再往上衝的話 對全球的股位是一定會贏獎 對不對好那再來 第二個重點 我們有跟大家講過了 高科技股是不是破季線 這個地方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高科技股跟台股季線是一個多空分水嶺 12月1號的時候 那當然我說我昨天稍微有一點點修正 我說這個季線我們就稍微把它擺到半年線附近 好我們來看喔 昨天美股談嘛 有沒有好你看喔 它季線還沒有完全升上去啊 你半年線當然目前來看起來好像沒有很難 還沒跌破嘛 可是呢你現在整個美國股市的高科技股 並沒有非常強喔 昨天為什麼稻窮會相對比較強 因為你漲到稻窮去啊 就代表說有一些原物料的個股 或者是有關油價的一些相關個股 它在漲 那你台灣沒有什麼油價的個股 那代表說通膨那一塊它去漲到 稻窮那個地方去 可是如果你通膨居高不下 你對電子類股反而還是有壓力啊 所以你要預防什麼 高科技股這地方是不是只是震盪一下 如果說它在破半年線下來的話 同學我跟他講喔 肺半已經盤了差不多一個多月了嘛 如果說你高科技股是破半年線的話 我跟你講喔 那個肺半的走勢啊 它也會被拖累嘛 那這一跌下來呢 反而上面套牢籌碼就越來越多 所以呢反而會造成什麼 後面的月線呢它會開始下壓 所以這是有連動性的 好那目前來看 高科技股半年線還沒破 美元還沒漲啦 雖然目前都還沒有看到什麼太大變化 可是呢慢慢的有一些變化會出來 你注意看喔 第三個就是外資的倉位 什麼叫外資倉位 就是說下個禮拜三是期貨的結算 對啦今天6號嘛 下個禮拜三開始慢慢進入到 期貨結算 那現在我們就要來看 外資它是怎麼去看這個盤 那如果說我們從外資的期貨倉位來看 這之前我就有跟大家提醒過了 你注意看喔 昨天外資的期貨倉位增加了空單1000多口 它現在總口數是2.4萬口了 24030啊 老實講2萬多口其實都還算輕啊 可是呢這個數字啊 24030啊 它已經創什麼 創差不多在整個9月 應該說8月中旬以來的新高了 因為這幾個月以來啊 之前最高的空單是 23842口 它現在反而開始怎樣 慢慢增加嘛 它現在已經創 這幾個月以來的新高嘛 那我跟大家說過嘛 如果說它突破2.3萬口的話 那這就一個訊號了 什麼訊號 如果後面再繼續增加的話 突破3萬口之下 那我跟大家講 這壓力就加重了 所以呢這幾項要注意一下什麼 外資期貨的倉位變化嘛 如果還在一直增加 那搞不好下個禮拜就會壓低結算 這要注意喔 因為外資的空單已經創 差不多這兩個月以來的新高 OK好 那我們再仔細看 除了這三個重點以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日元升值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嘛 景氣好的時候呢 很多機構去借日元 來去做投資 因為日本是負利率嘛 你去借日元大致上 不是用什麼本錢啊 可能交情好一點 付個手續費而已啊 那如果說這個多頭的行情結束的話 很多人借出來的錢 他已經賺到了嘛 他到時候就去還 他要到時候去還 那這一還日元呢 你會發現到喔 從過去歷史來看 如果那個空方的壓力 比較重的那個時刻啊 通常都是日元走深的時候 所以咧 目前來看 日元就維持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如果說 日元升破季線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號 好 那各位 重點來了 你說老師現在這些訊號 好像都還沒發生 對啊 我說時間還不到啊 你還沒看到大漲嘛 要看禮拜五嘛 高科技股現在大概在 就在月季線附近 季線半年線附近嘛 外資的倉位已經開始慢慢增加嘛 對不對 好 那日元也還沒有升嘛 對不對 現在就維持在這裡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喔 這四個重點啊 只要有一個發生 只要有一個發生 它會牽連到其他的一個 另外一個方向 又另外一個重點 所以這不會單獨發生啊 所以呢 這裡只要有一個發生 那我跟你講你要特別留意喔 轉折的關鍵就要開始出現 那時間點不到 我說 後半週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那尤其到起貨結算的 這幾天 會不會有出現那個壓力 所以呢我這兩天怎麼看 我昨天就跟他講 台北股市就會撐在這裡喔 搞不好讓你看到有在拉高耶 可是問題是 這地方就算你這邊有出現拉抬了 你沒有看到融資金 也一直在創新高 所以他反而有一些什麼 再又多的一個現象 如果說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 我今天測標就顯得清楚 我說你要特別留意喔 這已經開始有一點 拉東出西 有些陷阱盤 什麼叫做拉東出西 出現什麼陷阱盤 各位 你去看 這幾天的結構 它是不是去漲到一些非電子類股 對不對 當你漲到非電子類股去撐盤 你就會發現 那指數空間又不是很大 雖然有撐啦 對啦 可是指數空間又不是很大 對不對 當你去拉到 資金跑去非電子類股那邊去撐盤 那電子類股怎麼辦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有些電子類股還高檔爆量 什麼叫高檔爆量 你注意看啦 你看 犀利 有沒有 它已經連續跌了差不多快一個月了 有沒有 有些個股到這個時間點 你看 是不是高檔爆量下來 有沒有 你看想錯 是不是這樣子 你看那個頂元 什麼上全 有沒有 那個都高檔爆量 這都漲多的股票結果讓你看到什麼 高檔爆量 有沒有 是不是都跌下來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有些個股 比方說你看這些個股 已經創這一個月以來的低點 剛看到的翔碩嘛 對不對 你看經濟 這一個月以來都已經開始慢慢跌下來 你看那個奇蹟 這個多月以來都一路跌下來 有沒有 看到沒有 你看那個利基 是不是都這樣子 你看喔 有些個股現在還在創近期低點 你現在所看到的股票 這些都是屬於法人的持股 它不是小股票 當然你現在會回答我說 老師啊 現在12月 12月底要做帳 對啊 團隊喔 你還記得嗎 這個地方我叫你賣股票嘛 那一直到什麼 10月14號這邊 我們開始進場去買股票嘛 大漲之前去買股票嘛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啊 最後一季它一定會有什麼 季底做帳的行情 可是你不要忘記啊 沒有人告訴你說 它一定要做到最後一天了 有賺人家不趕快先跑嗎 所以有些個股這個地方才在結帳 所以我說為什麼是拉東出息陷阱盤 因為你去拉非電子類股 在這邊做一下撐指數嘛 如果說你這個指數撐不下來 是跌下來它不好出喔 所以最近就會讓你看到 怎麼搞的 非電子類股在做撐盤 可是有些電子類股 卻是高檔爆量 它反而跌下來 那就是因為有人開始 他在做結帳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操作裡面 你要特別注意啊 不要去亂買 不要去買一堆 不要去買到人家要結帳的股票 到時候如果說你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每次在高點都有你的份 每次在高點都有你的份 什麼叫都有你的份 每次在高點你都有一定股票套牢 我跟你講講 這樣操作就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真的啊每次如果說一定要套一堆股票 然後套到最後呢還不知道怎麼解套 我會覺得你就乾脆不要做了 真的啦 那當你會問我說 老師如果說這個盤在這個時間點 它現在先走震盪嘛 不排除啦 這幾天還有機會再拉一下 可是呢它在做又多啊 但問題是你在這個盤裡面 有些個股它已經開始從高檔跌下來了嘛 是不是 那你會說老師那這個盤到底 真的沒有股票可以做嗎 不是沒有股票可以做 只是說你接下來的輪動 它會落在哪裡 這重點我待會再一直跟它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就先把這個盤是未來的動向 我所看到的跟它去做說明 就如同我昨天說的 接下來會不會面臨到轉折的關鍵 重點在這四點 這個四個要點裡面只要有一個發生 它就會去牽連到其他的另外一個極點 就是說它不會單獨發生啊 那這裡面只要有任何一個發生 你就要留意有高檔的壓力就會出來 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說這地方還沒有讓我們看到 那個轉折的訊號出現的話 那個股的操作方向會在哪裡 那各位我們持股不多啦 我們穩穩的做 那接下來要漲什麼股票 待會兒我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那如果說這個時間點 你持股已經開始買一堆的 然後你買一堆 你會發現到怎麼搞得好像很多都沒有賺 那你就要注意喔 你不要去買到人家那個結帳的股票 然後呢又再套在高點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需要幫忙的 你再打電話進來問好不好 待會兒我們就來看 個股的方向 我們要怎麼去做切入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搭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1個速播 02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大商就在平盤附近震當 那個指數空間不大 目前在平盤之上小漲6點 不過現在上會指數一路再跌 一路再跌 今天的盤你會發現這幾天的盤 它去漲到一些非電子類股的身上 稍微要去撐一下指數 但是因為你電子類股是權重最重的 所以你去漲到非電子類股 其實那個指數撐的空間不會太大 所以就造成什麼 今天的盤式裡面你會發現到 很多個股今天都爆量跌 很多個股今天都爆量跌 指數有沒有跌啊 怎麼搞得這些個股跌那麼兇 這個個股都跌下來 所以我剛好跟他講 當然會跟你講 月底什麼年底要做帳 我剛好跟他說 誰說一定要做到最後一天 有些個股已經漲上來 我要開始先出不行 好你不要去買到什麼 人家要結帳的標的 好不好 那其實這個盤 我們之前都有跟大家講過 你看 11月10號我跟大家講 美國高科技股那時候跌下來 我說他會盤一下 到了那個11月下旬 他會破月線 你看 11月10號他都在這裡 盤一盤之後破月線 破月線現在是不是下了 對不對 好那注意看 11月25號我跟大家講 台股大概12月上旬會破月線 那時候我說盤一盤之後呢 他會破月線 那當然因為 Omicron的關係 讓台北股市呢 他提早破月線 有沒有 可是現在還在盤嘛 那時候我就說 破月線之後 可能還沒有馬上跌下來 但應該還會再盤一下 還會再盤一下 但是如果說這個盤得越久的話 要預防 會不會讓破景線之後 出現頭部的訊號 那這個關鍵在哪裡 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說的 後面要開始要去看 會不會有轉折的關鍵會出來 就這四點 好不好 好這我都講過了 我們就不要再重複 那接下來是個股上面的操作了 那個股要怎麼做 那個股要怎麼做 剛好我們就說嘛 有些個股在結帳 你就不要去買到人家結帳的股票 OK 好所以很多個股 我們從10月中的時候 10月14號開始 你看到萬八那時候 叫你賣股票 從10月14號開始呢 我們就開始去低接買股票 有沒有 股票是不是上去了 我有叫你賣喔 我所有的股票 我都有有買有賣 你看嘛 10月14號叫你去買的敦泰也是一樣 低檔有買 拉高我們就開始調節獲利嘛 10月底的股票也是嘛 低檔買完之後拉高 我們也去調節嘛 11月初 我們在低檔接的台通嘛 低檔買完 漲停 都不用追 漲停完之後 拉高我們就開始獲利調節 對不對 各位你會發現喔 這波後有些個股 如果你不賣 你去追的 你幾乎都追到高點 你幾乎都追到高點 我們都是有買 拉高有賣 你看那個中陽光 11月中旬的時候 我們開始低接嘛 這裡加碼嘛 你低檔買完之後 它又攻漲停 再攻漲停 那拉高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去調節啊 有沒有 扣訊都讓你看了 所以我低檔有買 我拉高有賣 你看嘛 高點你不賣 你去追的人 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在等解套 是不是 圖形是這樣子嘛 這也不是我畫的 大家看的東西都一樣 你覺得高點要不要賣 你再注意看 2456的奇力薪 11月中 我就開始跟你講 被動元件 所以低檔有買 拉高之後呢 我也跟大家講啊 我們開始獲利調節啊 是不是 低檔有買 拉高調節啊 這些我都賣掉了 都賣掉了 好那注意看 華興哥也是一樣嘛 低檔有買 拉高嘛 拉高之後呢 我們也開始在 11月30號開始 獲利調節 你說哇 怎麼搞得華興哥今天變這樣 他這天爆量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調節了 是不是 如果你跟我買的 你是買在這裡嘛 就算你不賣 也是都是賺啊 但問題是我能多賺 我為什麼要少賺 所以呢低檔有買 我們拉高都調節了 是不是 大一也是一樣啊 創高之後 這些個股 拉高我們也調節 好我科訊都給你看啊 我沒有無中生有了 會員怎麼做 我就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啦 好再來 被動元件第二波要補漲的股票 那時候跟各位講過日電帽 你看沒有動喔 你看沒有動 沒有動 沒有動你叫我買 對沒有動你才有低檔買 好不好 所以咧 當時低檔買完之後呢 拉高 那時候我們也開始獲利調節嘛 是不是 那你看啊 我不知道你老師怎麼做啦 但是我們怎麼做 我就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我不會跟你買一堆股票 絕對是有買有賣 然後賣掉之後 我再去買下一檔 所以我們持股都不多 目前我們會員的持股大概兩檔 兩檔左右 為什麼只有兩檔左右 很多老師都買個什麼 說什麼一定要有五檔啊幾檔 我組別也不多 你買那麼多幹嘛 你會賺你也買那麼多幹嘛 所以你覺得要不要賣一下 你看今天這些個股都拉回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沒有追高的疑慮啊 那重點來 那接下來後面這個牌 它要動什麼股票 各位你想想看 台北股市呢 近期就在那邊跟你耗半天嘛 就算它還有機會稍微拉一下 可是我說還是要提防什麼 因為你下禮拜期貨結算啊 我看到今天新南幣會率貶著 我在想外資應該有一些小動作 那因為外資現在期貨的空單啊 它已經創這兩個月以來的新高 兩萬四千多口 雖然這個口數不是很多啦 但是當你已經突破前面的高點的時候呢 代表著說這個地方已經有一些小動作出現嘛 那我現在預防啦 會不會一開始慢慢 又在那邊這幾天一路再增加嘛 你指數不跌它開始在布空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下個禮拜壓低結算的機率很大 所以我說這個盤你不要亂追 而且呢你不要去追到什麼 啊有些個股人家在結帳的股票 啊有些個股人家在結帳的股票 你都跑去買 買到最後呢一直套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啊 如果這個盤後面開始震盪會比較大 接下來的盤 它會去動什麼樣的個股 所以我跟他說 漲多的股票人家要結帳 沒有人說一定要做到 110年的12月31號 所以呢有些個股呢 人家在結帳的時候你不要去碰 但如果說在盤市震盪的時候 有些個股呢它不受盤市的影響 它還是要往上溝 什麼叫做還是要往上溝 我們的個股都是有買有賣 賣掉之後我再去接下一檔 所以你今天跟我們做 我們會很穩定的帶你去操作 因為快過年啊 你在這時間你又套一堆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過啦 所以呢有些個股啊 比方說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我就跟他說嘛 下週就是本週要準備輪漲的股票 這是低價啦 我認為這檔個股如果說當它過緊線 它會衝一段出來 我說低價大標股 你會發現啊 股價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們就在節目裡面告訴你嘛 那時候為什麼我說這些個股有機會 因為它不受盤市影響喔 而且它的基本面啊 營收大幅成長 好我們來看啦 上個禮拜跟你預告的股票 我說這檔個股 你不要讓它過緊線喔 你注意看喔 這兩天都已經上來 現在離錢高只差一點點 只差幾毛而已啦 只差幾檔而已啦 所以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會員去做低價 那你當這個盤市有震盪的時候呢 這些個股它會衝出去 所以有些股票呢 這地方才剛要攻擊的個股 你不用買太多 穩穩當當一兩檔的操作 來去面對後面的盤市 所以有些個股它才真要攻擊 懂我意思嗎 不懂了沒關係 就跟著一起做啦 有些好的股票 我們當然是先留給會員啦 低檔我們去會員先吃嘛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這個盤市 你手上的個股一堆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怎麼搞的股票套得越來越多的 我建議各位 趕快檢查一下手上的持股 不要到時候又套一堆在上面 好不好 體驗價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報告